台湾国产疫苗正在进行第二期的临床试验 预计要招募3700名的受试者 知名演员吴灵珊跟太太黄从兰 在11号就到了医院进行双盲测试 施打第一剂 目前夫妻两身体都没有大碍 也成功地说服10名亲友一起参加 在受试的过程当中呢 到底有哪一些过程 身体又会有哪些反应呢 台式新闻的记者也独家加入了受试者的行列 带您职集整个过程 除了得先阅读研究计划 还得抽血做初步的筛检 再由医师问诊看看身体状况如何 最后在同意书上签名 对于受试者来说 心里最大的考验是双盲测试 而愿意接受测试的民众 也有13500到18000元的车马费可以领取 只要打高端第一剂疫苗来报到 国产疫苗第二期临床试验受试过程大揭秘 台式记者也成为受试者代名职集 除了得详读研究计划书 基本的身体检测也不能少 量身高体重外接下抽血完成初步筛检 接着医师解说打疫苗可能会出现了副作用 再进行一对一的问诊 确认身体状况没问题就能进行测试 第一针打下去感觉如何 针是蛮细长的以为会蛮痛 但其实就是戳下去的时候会有点酸而已 但是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疼痛的感觉 同样加入国产疫苗受试行列的 还有知名演员吴灵山夫妇 他们在11号打了第一针 对受试者来说心里的最大考验是双盲试验 现场是随机分派两组人注射进体内的不一定是疫苗 也可能是俗称安慰剂的生理食盐水或维他命剂 换句话说不论是医师或是受试者 都不会知道注射物的成分究竟是什么 他必须用双盲的方式嘛 我真的跟老婆是比较担心 就是说我们会不会有人打到食盐水 打的地方有一点肌肉的好像伤口的痛 体温我们也都很正常 而愿意接受测试的民众 根据受试场上不同 可以领取13500元到18000元的车马费 未来也能够优先施打疫苗 缺点是得花时间回诊 还可能迎来发烧等副作用 博这回艺人无灵山 仍号召10名亲友加入受试行列 期盼能为抗疫投入一份心力 记者葬不到